车女士这套毛皮房在林安的印象条西城小区面积89方左右 房子是2020年3月买的 上个月18号交付 他说装修公司进厂后先产掉了主卧天花板上的镊子层 结果发现这块天花板上有十几条细长的裂缝 最长的一条至少有两三米 联系了小区施工方的项目部又把这两道梁的镊子层也产掉了 我们数了一下差不多有50多处的裂缝 新房里发现的第三个问题就是客厅天花板 产掉镊子层后天花板上有三个小洞 其中一个洞口还露出了生锈的钢筋 车女士说映像条西城小区的售楼处目前已经撤厂 小区开发商是杭州警员置业 商品房买卖合同上的公司通讯地址是临安区警北街道西树街152-164号 记者跟车女士去西树街找了一遍没有找到这个门牌号 车女士表示在找不到小区开发商的情况下自己只能和施工方的项目部负责人协商 这是上海警惠建设集团印象条西城项目部出具的混凝土裂缝修补方案 其中提到现胶混凝土产生贯穿裂缝是由于室内外温差或混凝土收缩而造成的非结构性裂缝 缝宽小于等于0.3毫米符合设计和验收规范要求原则上可不做处理 缝宽超过0.3毫米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做修补处理 修补方法是用补缝剂或还养树枝来补平裂缝 然后再铺一层防裂网布 车女士表示他最想要的解决方案并不是维修 第一诉求是能够帮我们换房 因为这套房子毕竟肉眼可见的隐患还是存在的 如果实在不能答应的话 那我还是希望他能够做出一定的赔偿 车女士表示就算自己同意维修新房 他希望开发商和小区施工方的负责人能一起出面和自己协商 赔偿金额可以再谈 一个是需要第三方鉴定之后这套房子 比如说它是不存在所谓的安全隐患的 这些问题我是需要他给我出去一个维修的协议 按照车女士提供的手机号码 记者先联系了音响调习城小区施工方的项部负责人 它这个是200结构的 因为我们只是施工来投资施工 一定要问我这个是不是结构呢 还是承重呢 这个我也没办法回答 这些裂缝都是非结构性裂缝 就这个结论咱们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这个是我们根据自己的施工经验嘛 原来给过一个业组维修方案的呀 你去征许这种专业的机构 叫他们来看 应该是他们去进行一个第三方鉴定 告诉我们这是没有问题的 而不是说 对 而不是说你发现问题 你去证明它 按照临安区住建部门提供的号码 记者又和小区开发商负责人进行了电话沟通 他已经投资住建了嘛 对不对 那相关部门肯定会来处理这个事情了嘛 对不对 好 所以他们出去结果再看嘛 杭州市临安区城市建设管理中心 一位负责人介绍 他们已经派人去车女士家查看情况 接下来就看当时各方愿不愿意接受协调 也预优了这个叫开发商 还有叫那个施工单位 我们开始协调会需要双方的一个共同认可 双方认可的一个第三方的这个检测公司 对于现状存在的问题进行科学合理的检测 并对这个问题进行一个技术性的分析 1818黄金也几支报道 请不吭提供